最近EHT望远镜公布了银河系中心黑洞 就是人马座A星的照片 很多人问黑洞到底是什么样的天体呢? 今天咱们就再来聊一下黑洞 我们先来说一下黑洞的研究历史 最早对于黑洞的预言是来自一位英国的自然哲学家 叫做约翰·米什尔 他想如果有一个天体 它的质量足够大 那很有可能就连光都逃脱不了 然后在1783年的时候他就给卡文迪许写了一封信 把这个想法说了 米什尔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首先因为当时万有引力已经被发现了 其次在当时人们对于光的认识 还刚好停留在牛顿的威力说上 就是说认为光是粒子 那如果一个天体质量足够大 万有引力就足够大 光粒子可不就跑不了吗? 后来又一个人也有相同的想法 这个人就是拉普拉斯 拉普拉斯在1796年的时候 不仅有这个想法还计算了一下 他说如果有一个天体 它的质量是250个太阳质量 一个太阳质量约等于1.989×10的30次方千克 他就表示太阳的质量 拉普拉斯就说如果有一个天体质量是250个太阳质量 然后它的半径还等于地球的半径 那么他将不允许任何光线离开它 这就是最早对于黑洞的预言 拉普拉斯甚至还给出了黑洞的半径公式 R等于2gm比上c方 当时它的推导也很简单 就是当光子的引力势能等于光子动能的时候 这就是分水岭 这个推导在今天看来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拉普拉斯给出的答案居然是正确的 后来人们用广义相对论去计算 也是2gm比上c方的结果 不过拉普拉斯这种说法逐渐被淡忘了 原因就是惠更斯、托马斯·杨等人证明了光是波 而不是粒子 自然拉普拉斯的说法就不能让人信服了 当时还不叫黑洞 叫做致密天体或者叫暗星 黑洞这个词是1968年由物理学家惠勒给出来的 之前一直叫暗星 再后来就是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人们就开始用这套理论来研究天体 最早通过广义相对论 在理论上解除黑洞的人叫做史瓦西 这是德国的天文学家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史瓦西黑洞 广义相对论发表之后一个月 史瓦西就解除了史瓦西黑洞 当时得出解的时候人们也很困惑 史瓦西解就是说可能会存在这样一种天体 它能够将史瓦西半径内的所有物质能量 包括光全部都压缩到中心的一个奇点里去 这个史瓦西半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拉普拉斯歪打物状的2GM比上c2 太阳的史瓦西半径大概就是3公里左右 就是说我们把太阳所有的质量压缩到3公里内就会形成黑洞 地球的史瓦西半径大概是9毫米 但是人们并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形成黑洞呢? 就是一个机理不清楚 后来具体预言出黑洞的人是美国的物理学家 叫奥本海默就是原子弹之父 1939年奥本海默正在研究中子星 什么又是中子星呢? 就是恒星到了末期发生超新星爆炸之后 就有可能会形成中子星 就是说天体大部分都是由中子组成的 中子星的密度能够达到每立方厘米 10亿吨左右 就是这么高的密度 奥本海默就发现中子星应该有一个质量上限 就是三个太阳质量 今天这个上限就被称作是奥本海默极限 质量如果超过三个太阳质量的中子星会怎么样呢? 中子星就会在引力的作用下继续的坍缩 原来的中子星不能够坍缩 就是因为中子星内部的中子之间存在减并压力 这有点像泡力不相容原理 但是超过三个太阳质量 中子的减并压力就支撑不住万有引力了 所以就会继续的坍缩 这一坍缩还停不下来了 所有的质量就被压缩到中间的一个起点内 于是就形成了黑洞 后来人们又在理论上解除了很多种黑洞 史瓦西黑洞就是最简单的一种 就是中间有一个起点 然后密度无限大 然后最外层 史瓦西半径的表面叫做视剑视剑 这就是分水岭 任何物质只要进入到世界就出不去了 瞬间就被吸入到中心的起点去了 然后中心的起点和世界之间的基本上就是真空 这就是史瓦西黑洞 那假如说有一个人进入到黑洞的世界了 会怎么样呢?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 你看啊 假如说我们在很远的地方 当然是安全的地方 看到一个人逐渐走向黑洞的世界了 当他进去的那一刻 连光都发不出来了 所以在我们的视线里边 就只能看他消失在边缘处了 而且随着这个人的靠近 它的引力会越来越大 时空会越来越弯曲 就会造成光线的引力红移 世界表面的红移是无限大的 所以世界也被称作叫做无限红移面 也就是说这个人会变得越来越红 越来越红最终就看不见了 然后如果这个人身上背了一个钟 那么这个钟在我们看来 就会越走越慢越走越慢 在世界处我们看到它的时间就停止了 所以我们整体观察到的现象应该就是 这个人越来越慢的 越来越红的靠近了黑洞表面 然后留下了一个落寞的背影之后 在表面处就消失了 而这个人他所看到的景象那就不一样了 首先他可以感受到自己进入黑洞了 就是说他的时间和我们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其次他还应该感受到强大无比的潮汐力 这个潮汐力咱们之前说过 就是说由于万维引力差所引起的 假设这个人比如说他是个橡皮人 那他一定会被拉的很长很长 然后在巨大的引力之下飞向起点 整个过程不到一念之间 达到起点之后那就是时间的终点 有去无回了 在广义相对论里边黑洞就是时间的终点 就是止进不出 还有一种天体叫做白洞 白洞就是时间的起点 止出不进 所以在理论上白洞也是可以存在的 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能观测到 黑洞既然看不见 那我们如何确定黑洞存在呢? 有办法 由于黑洞中心的密度是无限大的 注意黑洞中心的密度无限大 整体黑洞的密度是没有异的 因为黑洞的质量越大 它的史瓦西半径也就会越大 那平均密度就会越来越小 所以这个数据是没有异的 黑洞世界外围的引力也是很大的 所以就会把周围的物质慢慢吸入黑洞 就像黑洞吃东西一样 逐渐周围的物质就会形成一个围绕着黑洞旋转的圆盘 这个吸引周围物质的过程叫做吸击 形成的旋转的圆盘就叫做吸击盘 甚至有的黑洞会从吸击盘中心的两侧 也就是旋转轴喷发出等离子体流 这个现象叫做喷流 喷流的长度可以达到几千甚至是几十万光年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间接探测吸击盘和喷流的现象 来确定黑洞的存在 所以ESET给出了银河系中心黑洞拍摄的照片 这也算是对于现有黑洞理论的强有力的证明 就是至少我们现在可以证明黑洞这种天体是真实存在的了 你看爱因斯坦YYDS 好吧 关于黑洞我们就介绍到这 我是妈咪叔 一个交织理由男 咱们下期见 拜拜